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日本直接抗议美军,发生了什么?让特朗普如此不安? 驻日美军和日本当地居民的矛盾由来已久,本月22日,日本媒体报道称,由于美军直升机,再次在日本冲绳县以野湾式的小学上空飞行,日本正式向美国提出了抗议,直接抗议美军还是十分罕见的,为何日本突然会与美国撕破脸呢?原因就在于最近驻日美军的直升机事故实在是太多了。 上个月11日,美军的直升机玻璃直接掉落到了日本普天间第二小学的操场上,导致一名儿童受了轻伤,此前美军直升机还发生过各种起火迫降等等事故,严重威胁到了当地民众的安全。 日本多次质问美国,美国却不以为然,以训练任务仅为由搪塞了过去。 本月18日,日本防务省监测到三架美军直升机,直接穿越了此前发生事故的普天间第二小学,这严重违反了美日之前的约定,而美国面对确凿的视频证据,却狡辩称根本没有这样的事。 而且22日美军直升机,又穿越了一所小学,这一切都点燃了日本的怒火,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出面给国民一个交代。 前不久,日本冲绳县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运动,群情激奋的日本民众要求驻冲绳的美军全部离开,还要求政府修改,给予驻日美军司法帝户特权的规定,据悉参与者一度达到6.5万人。 所以日本也不得不拿出点诚意来,好好跟美国算算这笔账了。 蒙马特号称,是一款气哭小偷的背包,担心被爬手盯上,不存在。